达物族作家夏曼兰波安 回归兰宇至今超过30年 回归兰宇后 他重新学习造船 潜水 每天下海捕鱼 在劳动中 逐步找回生命最初的感动 我从小的梦想是到台湾念书 这或许都是我们这些 蓝鱼的小孩子同样的一个梦 16岁的夏曼兰波安 离开故乡到台湾 是蓝鱼岛上第一个不靠保送 凭借自己努力考上大学的学生 大学毕业后 曾经在铁工厂 染制厂工作 他扛过水泥 捆过钢筋 开过计程车 当过代课老师 16年的台湾生活 他努力回避原住民身份 终究还是受到汉人的歧视 最后 他选择忠于内心的声音 回到兰宇 鱼类是在游走 人类也是在流动 那文学怎么可能是一个死的东西 1997年 他出版散文集 等海情深 从自己生活的描述与情思 扩大到探讨达物族文化 2014年出版小说 《大海浮梦》 展现他半个世纪以来 历经陆地与海洋冒险的故事 在文学界屡屡获奖的夏曼兰波安 曾在2002年远赴德国参与台德文学交流计划 他以汉语及母语朗读达物人 与海洋依存的故事 获得当地文学界的回响 让在场人士对蓝语 充满浓厚的兴趣 夏曼兰波安 认为自己是海洋生活的实践者 我把活的海洋转换成一本书 我的身体就是海洋文学